打人事件到现在已经八天了 相关的方面呢 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官宣 我们大家吧 也一直在期待着结果 这两天呢 陈继智的妻子 发生说 他的女儿呢 在学校受到了排挤 孤立 甚至是呢 受到了网络暴力 吓得女儿都不敢 再去上学了 原则上说呢 对于陈继智女儿 过分谴责 是没有意义的 你不要指望着说 怎么样说 他的孩子 也不要想说负债自还 这个是吧 我感觉也不是那个时代了 但是呢 或不及妻儿 只是人 人们在文明社会 对于公序良知的 一个认知 他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如果是真的 或不及妻儿呢 也不会说 犯罪分子的孩子 以后的政审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 不知道 陈继智的女儿多大 也不知道平时 上不上网 还不知道呢 在学校的时候 有没有仗着 他老爹的这个豪横 而作风行事 比较强势 更不知道呢 他有没有在网上 注册自己的号 什么微信啊 或者是 那个 球球啊 或者是 什么快手 之类的 这些号 咱不知道孩子有没有注册 但呢 目前从 陈继智的妻子口中 所说的这个情况来看 还不是太严重 我们不是希望说 事情越化越远 不是的 事情应该是有一个限度 到了那个限度 不要再往前发展了 但是呢 云里有时候 不是咱们哪个人 说了算的 这个时候 每个人的认识程度 都不一样 从这里呢 我大约 看了看 应该会是 以下 这几种情况 第一呢 陈继智的妻子 说女儿受到了 排挤和孤立 这个 应该是来自于 同学 之间的 如果 陈继智的女儿 平时在学校的话 人缘很好 品学兼优的话 我想 即便是有 挺 大一部分同学 因为陈继智这个事 疏远他 排挤他 鼓励他 但是呢 仍然会有 少部分同学会同情他 或者说有 比较铁的这个同学呢 会鼓励他 应该积极地面对 所以说呢 这其实在孩子中间 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你别说陈继智出这个事 不出这个事的时候 现在学校里的孩子 也是小团团伙伙伙的 哪个给哪个好 哪个给哪个不好 这都很正常 然后呢 这样 其实呢 其实并不是太严重 也不要过分地夸大它 第二 排挤孤立呢 只是人们对于恶人的一种正常应对方式 烈度不是很高 也不会伤及到被排挤者的肢体 作为一个咱说家长而言 这里可能呢 就说 涉及到家长怎么教育孩子 就说我们自己都有孩子 我们平时孩子上学的时候会不会说 不要跟他淘气点玩啊 不要跟他那里学习不好的玩 你跟他学习好的 你不跟学习越来越好吗 是吧 跟他品学兼优的 你不 是不是啥人因啥人啊 你的品学也兼优了 是吧 这是大家的一种正常的认知 你说家长教育孩子 说是 你给那导弹玩就给那坏的玩 我估计都没有 这个呢 你还真不能怨家长 但每个家长都是男人 要是谁他爹 你看 又是高大全的人物 那肯定是 好多家长 哎呀 你跟人家的孩子玩 你看看 人家的孩子受的啥教育 慢慢熏涛熏涛 我教育不了你 让人家的孩子带带你 这是家长的一个正常的现象 你不要说 这家长都不好 不鼓励孩子 鼓励我们孩子 不是这样的 孩子本身就有团体 就有小群体的 然后呢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龙成凤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一个良好的圈子里 所以说这个还真不能怨家长 三 就说 如果像个别网友说的那样 陈的女儿在学校是校爸 那么呢 他平时依仗父母的豪横和强势 对同学们不太友好的话 他的呢 形式风格和对同学的欺凌程度 决定了他的父亲陈吉志出世以后 他所受到的同学们的排挤和冷落程度 这个事应该是一种因果相寻 当然我们不是说迷信 你平时如果说在学校就很强势 看哪个同学不是远 踏踏过去两巴掌的话 你爸不行了 你也就不行了 那受欺负的同学肯定转过来想 哎呀他哪天 打过来我两巴掌 他哪天他骂我 又怎么 小孩都没有什么禁忌的 他也会反过来 还回来 说是不还回来 这个事过去了 你看他现在也备受冷落 是吧 也受排挤 我们应该呢 鼓励他面对生活 这样的思维的不是孩子了 那就是大人 还不是一般大人 那得说是有一定的格局的大人 你把它用来要求孩子 做不到 再一个呢 在我们这个民族当中 痛打落水狗 是民族性里的一部分 这是民族性格式的 你的孩子平时要是在学校比较强势 他一旦落难 肯定会有很多同学 冷言冷语的嘲讽他 这个是他应该要承受的 你原来有多豪横 你现在就有多落魄 这个没办法 你不要说是 说是人家家长教育 他不是 就是孩子本身 他们之间也会这样 他们也是一个小社会啊 然后第四 他有没有受到老师的孤立和冷落 我想这个事呢 就说和陈继智出事之前 他们夫妇和老师的关系有关 如果说你豪横的时候 不把老师放眼里 对老师一直起始的 你不要管我孩子啊 你不要说他 你不要啥的 你要一批评他 我就找你 我就 怎么你 你想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一旦落难了 老师能看你的孩子顺眼 不 你不要说把老师抬高 老师你教师 又是天使 老师都是普通人 他就是做这份工作 可能呢 心理上会比普通人呢 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点 就说我不管怎么样 我要对孩子一视同然 这可能是那个 一种心理的自我约束 但不能否定的是他也有普通人的这个感情 你对他好 他肯定也对你好 你对他不好啊 你本来就 对他这个意志起始的 你想着 说你出了事了 你的孩子 老师会对你孩子加倍忍心 就 我感觉那样的老师也好 少 如果是那样的老师 怎么说呢 那个格局 够往上走的了 那绝对位置也不一般 就一般普通老师 就是普通人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 能够拿着你的孩子 还像平时一样 没出事以前一样 这已经算是好老师了 你不能对老师要求太多 那如果说老师一看你孩子 光光就想上去踹两脚 这样老师是不对的 但是呢 老师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举动 应该也不会算老师有问题 当然呢 这现在也没有 只是他的孩子不想上学了 是自己的心理感觉 我感觉 也不严重 然后第五 如果 陈的女儿经常上网的话 可以少上网 或者这段时间不上网 这呢 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毕竟呢 你像现在 还没有人 人肉他 你要在网上搜的话 你还不知道 陈启致的女儿 又没有照片 又没有年龄 又没有在哪儿 学校 啥都没有 说明大家对这个事 还是看的比较理性的 没有说刻意的去攻击他的女儿 更没有呢 在网网在上的时候 下面的感受 你可能感觉不到 他们难受你也感觉不到 但是呢 你一旦落难 人家对你稍微翻点白眼 你一下就感觉出来了 孩子呢 尤其那个年龄 也可能呢 会比较敏感 不愿意上学 我想呢 这是正常的 这个阶段 尤其出了这个事 你也没办法说 是吧 其实呢 咱就说 在做这些坏事的时候 陈启致在做的时候 难道 他就没有想过 有一天 他会做的这事 会殃及到 他的妻子和女儿呢 我想 不会不想 只是呢 他们可能 根本就不相信 善恶有报 他们呢 只是愿意 享受呢 行恶带来的便利和利益 却不愿意呢 去承担 行恶所遭受的 这个恶果 但是呢 你想着 天理着张啊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终究会降临 你不要说 你做恶就没人管你 你就一辈子 风平浪静 平平安安的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就说 陈继之的女儿 和被打的那几个女孩子 下状你要比较下的话 他的女儿下的所受到的一切 真的不算啥 你说你就是不想上学了 这能算啥 当然呢 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去 恐吓他女儿 去网上网络暴力 去攻击他女儿 我们不希望这样 毕竟和孩子 确实是没多大关系 他父亲做和孩子 没多大关系 但是呢 就说 我们 不希望 攻击他的女儿 不希望网络暴力 他的女儿 是想让孩子 不想让孩子 将来带着一颗仇恨的心 去面对社会 如果他的女儿 懂事的话 他自己也会明白 他现在所遭受的 这一切 都是他 源于他的父亲 他父亲做和带来的 他父亲要是好人的话 肯定会有一些人帮他 是不是 而不是社会上 常驾驭他的 如果说 他的女儿不懂事 即便是咱说 学校的同学不排挤他 不鼓励他 因为他父亲 做了恶 受到惩罚 他也会偷恨这个社会 他也会偷恨这个社会 也会 说 你 说